再來消息來看立法院的新飛機 二十開始 現今議長 丹建林今天是去拜會立法院 向韓國瑜營長來表達希望做會合作 丹建林也拜會 立北三的黨團 國民黨黨團的總調補勤機 當面要求丹建林 二十就要做好去立法院 早安報告的準備 立法院在韓國瑜 親姓養者 現今議長丹建人 後來丹建人來支援到電行 立法院 立法院 立法院議長與國黨團 原本韓國瑜和韓國瑜會後會受訪 算臨時出銷 不過韓國瑜強調 和韓國瑜活動真好 我們兩月希望能夠攜手合作 就福國立民的工作來繼續加強 當年選去拜會 立北三黨團 國黨團也各自提出建議 亂忙 今天陳院長來到立法院 拜會各黨團主要是一個開工 也在開議前跟大家禮貌性的致意 所以很多的政策議題我們如常都在加深加廣加密的討論當中 因為台中市春節進行挑釁 台藤國三滴霸品檢出西部特羅引起社會關心 國民黨團總統部特羅引起社會關心 國民黨團已經提出了8年實安總檢討的部分 相信在20號開議的當天 陳建仁陳院長希望你所屬行政團隊 做好專案報告的準備 我行政院當然就尊重我們立法院做相關的這個決議 那實際上我們也很樂意來跟大家說明 希望趕緊調查清楚西部特羅的事件 韓國如會在一起 照一條抵抵的協議 就要請丹建仁和立法院 將立法院議題進行全安報告的行程來討論 任以開議進行 抵抵的議會已經在共鴻 記者總合報告